我們也要向全國支持台灣民眾黨的支持者們 致上深深的致意 我們會繼續努力 謝謝大家 謝謝 由台灣民眾黨主席柯文哲率隊 在鏡頭前深深一職工 民眾黨聲線總統大選 政治現金財務爭議 黨主席柯文哲決定請假三個月 因為這個種種的錯誤 我幾經思考 我還是要向黨請假三個月 自動申請調查 我個人也要好好反省 我到底還能不能帶領台灣民眾黨 到底還能不能給我們的支持者一個願景 還有繼續前進的力量 民眾黨一再澄清 所有金錢流向皆有憑據 但也坦承是宣報過程便於形勢 進選期間也沒有監督機制 導致財務未經監控複查 衍生社會誤解 柯文哲指出競選時間緊湊 也將相關收支 憑據全權委外辦理 後續將尋第三方會計查核 並向監察院補證漏報 虛報支出 如果重來一遍你知道 我們財務監督委員會應該還是要設立 但是他也不是說每一個支出都要財務監督委員會同意 而應該但是至少他做到定期的事後審查 比方說每一個月 歷經財務風波民眾黨元氣大雙 加上柯文哲將請假三個月 未來的黨務運作受到各界關注 不過柯文哲也面臨四千三百萬購置商辦爭議 柯文哲表示是純粹的買賣關係 接二連三的事件風波 柯文哲表示會檢討反省自己的做事風格 柯文哲先問阿斯蒂弗露萬台北市採訪報導